采用创新推广模式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教师研习工作坊 即事办教学活动 以海洋大学团队所设计的海洋保育教具进行教学 透过总指教师把这样的相关海洋保育的相关观念 能够散播出去 最后甚至能够开发结果 那对整个我们海洋保育的这个知识 能够升职到每个中小学生的心里面 那也更让我们整个海洋国家 海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 有请杨广泉校长 鬼帽法公布 眼交地形放入长报图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锁定国中国小的学生 期待透过实地走访 将海洋保育带入各县市的中小学课程中 也期待透过今年度各厂次活动 让海洋保育观念向下扎根 并培育更多海洋保育种子教师 扩大海洋保育的观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